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伊党自去年全国大选掀起绿色浪潮之后 这股浪潮也延续到了今年的周选 让他们创下了历史性成绩 赢下了许多席位 还一举成为国会最多议席政党 伊党长老协商理事会主席哈欣耶兴 早前在接受前锋报访问时就表示 伊党获得了马来族群以及年轻人的支持 如果国盟在下一届大选中夺得中央政权 那么伊党也应该要有机会推举他们的首相人选 哈欣耶兴也点名伊党潜在首相人选 那包括了熟理主席端伊布拉辛 副主席伊德利斯阿末 总秘书达基尤丁 登州大臣阿末三叔里 以及几打大臣沙努西 而有份被点名的沙努西 今天表示他对于长老的看中感到非常惊讶 毕竟自己从来都没有幻想过要成为首相 被伊斯兰党长老点名成为首相人选之一的 几打大臣沙努西 昨天出席几打州立法会议之后 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从来没有设下任何目标或幻想要成为首相 沙努西表示 即便是目前出任的州务大臣职务 其实也不在他原本规划的目标和志愿里头 但是沙努西说 如果党要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他会愿意尝试 另外沙努西也曾经断言 到了2050年 马来西亚首相将会由伊斯兰党的领袖出任 而今天沙努西表示 伊斯兰党目前已经成为国会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 在这个基础之上 伊斯兰党领袖成为首相的日子 可能会更早实现 我说过了 在2050年时 首相当的职业是不合适的 但是不是第一 可能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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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还是未来的 哈哈哈哈